以爱为赢,改编字翘摇的小说《错撩》,讲述了财经记者郑舒逸和霸道总裁实验机缘巧合之下相互结识,一个古怪精明的小作精,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高冷男神,两人牵扯出一段妙趣横生的浪漫故事。 女主白鹿是近些年强势崛起的高人气演员,她主演的作品从来不缺少热度。 剧中她饰演的郑舒逸原本在事业和爱情可谓双丰收,但男友为了高攀却选择了劈腿。 不服输的她为了报复,以采访为由开始主动接近商业精英实验,企图成为男主的小舅妈,没想到却认错了人。 但妖娆作作的她却不管这些,每天都给实验发送一些肉麻情话,甚至还装病来激发实验的男友力。 在都市剧《半是蜜堂半是商》中,白鹿饰演了情商极高,调皮可爱的将军,和罗云熙饰演的霸总就有过非常精彩的对手戏。 此次再度面对霸道总裁,和王鹤蒂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更是拉满了观众的期待值。 王鹤蒂虽然是凭借东方清仓的古装造型出圈,但都市剧中的她同样能率出不一样的高度。 她饰演的实验一身黑色西装搭配金丝眼镜,修长挺拔的身材一览无余,五官棱角分明,犀利的眼神透露着豪门贵公子的气质,仅看剧照就已经狠狠心动了。 作为留学归来的精英,她顶住压力接手了家族企业名誉云创,在拨绝云轨的商战中杀出重围,成为新进投资翘楚。 在接受女主的采访中,她发现郑舒逸的投资理念总与自己不谋而合,逐渐对这个可爱的小记者产生了兴趣。 在你来我往的相处中,一项高冷的实验甚至开始了主动出击。 预告片中的王鹤蒂可以说是将霸总的魅力演绎到了极致,工作时认真思考的样子带给人满满的正能量,在大雪中等待女主的出现,眼神里的柔情仿佛能把观众的心融化,真是绝了。 而除了两位主演,本剧的配角阵容同样不可小觑,既有曾黎、聂远、寇振海、董璇、王耀庆这样的实力派,也有魏哲明、沈宇杰、刘东沁等偶像派加盟。 新老演员相得一张,同台竞技让人期待不已,但要说最让惊艳的,还要属女二号江沛瑶。 提到江沛瑶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虽然一直没有大红大紫,但颜值和演技却一点也不输给顶流女心。 从《你是我的诚实营美》中性格爽朗的阮青夏,到《爱情而已》中坚韧乐观的罗念,再到《增少年》中外表冷傲、内心火热的王淫,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由于在最近几部剧中她饰演的角色都是女主的闺蜜,所以又被网友亲切地称为闺蜜专业户。 在本剧中,她饰演的碧若莎毫不例外又是女主的闺蜜,一头干练的短发,妆容精致,眼神中的高冷气质压迫感十足,直场女强人的形象瞬间立住了。 剧中的她虽然有着出众的外表和出色的业务能力,但由于性格高冷导致身边一直没有追求者。 直到遇到了大学老师观季,毕若珊被她身上温润如玉的气质所吸引,但放不下面子的她又不愿意先开口,两人之间的极限拉扯一点也不输给主线故事。 由此可见,以爱为赢,无论是故事还是演员阵容都安排到位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